大家好,我是真实军 1976年1月8日 我们敬爱的周总理与世长辞 引起全国人民巨大的震惊和悲痛 全国各地自发地举行各种追悼会和悼念仪式 在天安门广场前 数以百万的群众从东丹到东郊民乡 日夜聚集盼望着与周总理与一起告别 这是人民群众对于总理世事悲痛的惋惜 这是我们知道的历史 而我们不知道的是 在人民悲痛的深处 还有对周总理晚年遭遇不公的愤慨 一个月后 也就是2月13日 光明日报发表了一篇名为孔秋之忧的文章 名义上是评价孔子 实则暗讽周总理 其中有这样一句话 以后的孔孟之徒 不少人就在忧字上打作文章 他们一方面习用忧国忧民的老谱 装成忧民的代言人和救世主 似乎比谁都关心国际名声和道德文化 实际却同孔秋一样 他们的幽国幽民 完全是为了 星灭国 即爵士 举一名 是地地道道的 祸国殃民 那这里 出于特殊原因 就不跟大家做过多的解读 这仅仅是当时 众多暗讽攻击的一篇 如果没有读懂的朋友 可以暂停多看几遍 如果还是不理解 不着急 看完本期视频 你再回过头来读 就能明白了 真实君友情提示 本期视频尺度较大 建议先点赞收藏保存 时间到回到五年前 1971年 此时的党内 在文化大革命的政治风潮下 周恩来虽然被保存下来 但其党内的地位却非常微妙 相比于政治明星林彪 周恩来的光彩就黯淡了很多 原因也很简单 林彪不仅是毛泽东 个人崇拜的制造者和推动者 更是其晚年错误理论 与实践的有力支持者 这里的错误理论 就是我们熟知的文化大革命 所以林彪得到了毛泽东的大力支持 被称为最亲密的战友 甚至已经暗喻其位接班人 但天又不测风云 9月13日 林彪沉积出逃 在蒙古的温多尔汗坠机身亡 史称913事件 这次事件的发生 打破了教员 布局文化大革命的政治神话 引发了社会思潮的变化 便有了开始批判林彪集团的 批林整风运动 对其大搞个人迷信的问题 进行批判 还有急于向共产主义过度 煽动极左思潮的问题等等 看似是批判林彪集团 实则是想对文化大革命的 左倾错误表达意见 而试图利用此次林彪事件的机会 来纠正文革错误的第一人 正是周恩来 1971年年底 周恩来在听取航空工业汇报时 也再次强调过 要恢复合理的规章制度 批判无政府主义和极左思潮 1972年初 周恩来在主持全国计划工作会议时 就提出了要反对空头政治 反对无政府主义 并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名为 无政府主义是贾马克思主义 骗子的反革命工具 等一系列理论文章 就在当时以革委会为主导的社会运行下 是非比寻常的 而周恩来的极批左 实则是对文革的理论 在进行尖锐批判 作为教员晚年计划的忠实执行者 四人帮就表现出了高度的敏感 当时四人帮成员之一的姚文远 首先就站了出来表示 不能说什么都是右倾思潮抬头 也不能说什么都是无政治主义 不要批到群众头上 不然就混淆了两类矛盾 就此双方便开启了唇枪舌剑的论战 这场关于批邻方针的争论 毕竟是关系到了文革理论和实践的重大问题 作为发起人的毛泽东 也是极为敏感 必然不允许出现对于文革有任何怀疑和批评 那有了教育的支持 四人帮一边继续贯彻 发挥教员的指示精神 强调反右路线 一边便开始对于周恩来的批判 以四人帮为首的极左集团 更是借此开展了一浪接一浪的 维护文化大革命路线的政治运动 这里面最突出的便是 批邻批孔运动 解释一下 这里面的邻指的是邻标反革命集团 而孔就是儒家学派的孔子 明面上看是批判邻标和孔子 但周恩来却才是这个运动的暗指对象 那这个是跟孔子又有什么关系呢 周总理又是怎么就成了批邻批孔的受害者呢 913事件发生了一年后 邻标反革命集团虽然已被粉碎 但是更重要的是经历其在政治及思想上的影响 不过要想消除其政治影响 就必然触及到关于人格的正确性 因为此前 邻标集团是文化大革命最坚实的拥护者 如果这时候去全方位的批判邻标 就会导致对文化大革命的怀疑和批评 那对于毛泽东来说 文化大革命是其晚年重要的事业 有多重要呢 他曾说他一生只做了两件事 第一件是把蒋介石赶到了台湾 第二件便是发动文化大革命 作为坚定的路线方针 他无论如何都不会允许任何人或事情 对于文革产生怀疑和否定 于是便产生了矛盾 一边要捍卫文革的理论和实践 一边又不能不进行对邻标集团的批评 面对这样一个无法解决的两难局面 就必须找到一个新的突破口 来使批判林彪集团顺利进行 又不会触及文化大革命 913事件发生后 在对林彪住处检查时 查到了林彪等人书写的 关于孔孟的一些言论笔记 于是便找到了一个新的方向 去批判林彪等人的思想根源 孔孟之道 简单来说就是批判孔孟之道 把批林和批孔联系起来 这样既能达到批判林彪又能消除对文革的影响 这场批林批孔运动 教员发起的目的 其实是在于维护和发展文革理论 但四人帮等人则趁机利用了这次运动 玩弄阴谋 以此来打倒他们篡夺权力的障碍 实现政治野心 这个障碍便是以周恩来为代表的一批老干部 他们假借批判林彪 孔孟和历史上的一些儒家 大批周公宰相暗喻引设周恩来 指责其对于文化大革命的一些做法 及纠正和恢复老干部的工作是错的 更批判中庸之道 来指责周恩来在政治上和意识形态上的宽容和步骤极端 这场运动的发生 让本就在文革艰难保存下来周总理如履薄冰 这时候我们再回过头去看开头 四人帮在周总理离世后抨击的文章 就能理解当时的人民群众为什么会群情积焚了 实际上教员虽然需要通过这样一场运动来维护文革 但是并没有要发动一场大规模的群众运动 因为他不希望发生全面的社会动荡 虽然对于周恩来的老干部明理案例反对文革不满意 但毕竟是一起革命走来的同志 是没有下决心达到的 所以从某种程度来说 批林批孔更多的是对其的警告 这也就成了四人帮抨击周总理的借口 那周总理在这场运动中到底受到了怎样的攻击呢 为什么会使百万群众群情激愤 罚起四股运动呢 下期视频继续为大家探访1976年真实的历史 好了 我是真实军 只讲真实的历史 如果你看完有所得 不妨点赞关注 交个朋友 我们下期再见 谢谢 好